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全新改装升级的台湾黑熊教育馆 11号特别举办了新馆开箱记者会的活动 同时将在7月16号重新开幕市营运 会导入更多沉浸式的互动设备 来让黑熊教育馆化身为生态森林教室 更有以1比1的真实尺寸打造世界八大熊的模型 民众一进入改装后的新馆 迎面而来的是台湾黑熊生态故事墙 透过沉浸式场景设计 仿佛一秒踏入台湾原生森林 这是黑熊教育馆进行创馆以来 首次大规模改装升级 7月11号举行开幕记者会 三国家公园的辖区 现在看过去的山 现在其实就有熊 只要我们把林子拨开 熊就在里面 这也凸显出 这个地方的熊的保育 是成功的 熊的族群根据 台湾唯一长期研究的资料 玉山国家公园20年的资料 熊在玉山国家公园的辖区 族群是增加的 是扩展的 从2019年开始实施预约制经营模式 到现在重新升级改装 花费将近两年时间整周 总共有四大亮点跟以往不同 其中可以看到 以1比1的真实尺寸的世界八大熊模型 我背后有八种熊 这八种熊其实都是它的圆尺寸 圆尺寸那这也是亚洲 据我所知亚洲第一个有八种熊 圆尺寸模型展出的一个教育馆 那我们其实是希望 大家在了解台湾黑熊之余 也能够知道 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熊 有不同的生态学性 跟它的栖息环境空间 其实是实习相关的 全新改装升级的台湾黑熊教育馆 7月11号举行新馆的开箱记者会活动 并在7月16号重新开幕的市营运 一次认识台湾黑熊生态体系内的相关物种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